所以特别注意,如果你要执行某一个目录的程式 最简单的方法,我的习惯是直接点上面,然后打一个CMD 这一招其实还蛮好用的,所以以后可能也会遇到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直接点上面的这个地方,输入CMD就可以 Enter,它就跳,而且它主要是说帮你把这个D冒号斜线 这个目录的位置帮你带过来 那如果说你以前,假设你执行命令提示资源,它不会自己带过来 因为你要自己先切换到某个磁碟,某个目录,可能你要打那个指令 那这里如果说你要了解那个,就是DOS里面的所有指令的话 其实你只要输入一个HELP就可以了 HELP有没有,我记得以前按F1好像,HELP里面它会出现什么 所有那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DOS里面所有的指令 包含什么,像DIR,像Delete等等的 这些其实都可以用 而且,其实Python里面有资源什么 直接呼叫DOS指令,去做一些事情 在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你会,像我们以前买习惯用这个的话 那我也可以把这个再跟Python结合在一起 好,两者,所以你变成说 不是只有那些方法啦 书上写的,有些书上没有写的 有些也可以拿来用 两边串联在一起,不就可以发挥更大的效用 所以像我的习惯是 反正最好不要只有一个答案 为什么,因为你如果那个答案走不通的话 你还可以换一个方向 也可以把问题解决 那只是说你要去想说哪一个方法 以后处理起来会是比较简单的 简单一点 那我们就把那个DIR输出之后 这边有个DIR 里面的话会有这个目录啦 那当然这边会多一个这个 也麻烦,有点像把它删掉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假如我不要这么麻烦 我要直接全部帮我用什么自动的话 那这里的话可能你就要学会 我刚刚讲的那个OS 那那个OS部分的话要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我怎么样产生DIR里面所有的东西 第一个你可能就是需要什么 需要先input 我另外再起一个 我把它复制,另外再起一个 第一个你可能要input什么 input这个OS OK,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啦 前面我们用过这个OS吗 第二个的话呢 你可能要打一行叙述 4 后面的话呢 你可能就是要给它三个东西去接 接OS它倒过来的东西 因为这个OS.work 它这个地方呢 回来的东西一定会有三个 所以特别注意哦 它丢给你的东西有三个 所以你必须用三个变数去接它 三个变数,这三个变数的名称可以自己取啦 那我取叫root,drs,5s 比如说in,在这一个OS.work 然后告诉他说哦 在那个低碟底下的全省邮局地址这个目录里面哦 帮我把它work work有点像哦 应该叫什么,骗缆,寻缆 反正就是说浏览也可以啦哦 浏览,叫浏览好了,应该习惯叫浏览 浏览里面的目录 然后那个目录里面呢 只要有指目录的话 你就帮我把目录名称 全部收集成一个什么了 一个串列 放在这个drs里面 那档案的话呢 帮我放在files里面 那root的话指的就是它这个 它目前的这个 路径的那个串 自串哦 所以特别重要 这个是自串 这两个是串列 如果说像同学比较不清楚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先input一个os 然后,所以上面这些 其实就可以把它删掉了 其实就这两张就可以了 然后呢 把它print看看好了 所以我这边执行什么 把那个第一个 我先print root 比如说我print root 帮我把root print出来 那把它print OK,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root里面放什么 放这个 有没有 这个 它的目录名称 那dir的话放什么呢 我把这个把它复制过来 再把它删掉 那你会发现执行 它里面回来什么东西呢 回来是空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目录里面怎么样呢 没有其他的目录 OK,除非说你这边新增一个什么 新增一个目录 叫做什么 叫01好了 OK 再来一个新增第二个 也许叫02 比如说我 假设啦 我如果想要知道说 DR有没有办法帮我找到这两个 那我一样怎么样 执行它 你会发现 它变成什么 01 0个 有没有 所以呢 如果你没有目录 它就帮你把目录 把它怎么找到 并且用那个目录名称 直接就放在串列里面 OK 应该可以看懂意思啦 啊 File的话呢 就是 它会帮你怎么样 把里面的所有的档案呢 全部丢出来 放在串列里面 OK 丢出来 放在串列里面 欸 有没有发现 这里面的话 有没有 就会一个一个 那其实 这就有点像什么 刚刚我们ReaderLine 丢回来的东西嘛 那不就OK了 所以呢 如果说你希望怎么样 把底下这部分 如果不要用那个 豆子底下 然后直接做的话 其实主要关键在这里 File 那另外特别注意 你不能说 因为我只要取得这个 那我前面这两个都不要 这样也不行 因为 OS点握可会丢回来 三个东西 也就是你要给它 三个地方去放它 你不能给一个 一个会出错 OK 所以特别 前面这 这两个也要 虽然你用不到 但是你也一定要写 OK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怎么样 接下来就是 去接它嘛 怎么去接呢 其实 你可以把刚刚 这几行 这些 把它 其实Ctrl C好了 然后呢 放到这边的哪里呢 放到它的下面 那再来的话 记得哦 因为这边有个 Fore回圈 你要在这个 Fore回圈里面的话 那你就把这一段 按一个Table键 让它怎么样 换到下一阶 先让它找到 它所有的串列 再来的话呢 把这个串列怎么样 本来是List1 请你把这个List1 改成什么 改成File 就在这里 那在这个File里面的话 就有这些东西 那它会帮你合并 不过好像会多一个 DIR 点TSC 所以 我建议你可以把这个删掉 因为这个可能就多余了 把它删掉 然后它就会先怎么样 先抓到三重 然后把三重放到Name里面 然后做什么呢 把那个三重的档 全部读到C 读到C之后呢 再全部写到O里面 OK 不过这里的话 我是建议 你输出的话 干脆不要输出到目录里面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下一次再合并的话 可能会出错 要不就是把它放在D底下 我们先这样好了 然后呢 最后其他都不用改 所以基本上呢 我大概就是只有 改几个地方 一 Input OS 二 用Fort回圈呢 加上OSWalk 把这个目录告诉他 他丢三个东西给我 丢过来 主要是这个 Files 再把中间这一段 其实就之前写的 本来的List1改成Files 然后呢 它逐一逐一开 逐一逐一合并 最后的话 就合并成功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完成 基本上应该很简单吧 所以你会发现 OSWalk 以后用在工作上 真的还蛮方便的 如果比起其他语言 好像VBA来写的话 可能也没写这么简单 OK 我觉得这太简单了 写起来 而且非常的干净 没几行程式 来看一下有没有成功 来执行它 合并完成 合并完成之后 看一下有没有存在 看一下 打开 全部都OK了 OK 没有问题 所以基本上 用OS里面的这个Walk 大大的减低了我们的负担 所以这一招 真的以后可以好好把它记下来 那坊间上我们好像 坊间的书籍有提到 OSWalk 或者是一般的那个网络 念个Google一下 也有讲到 不过我觉得讲的好复杂 讲的 真的有点 让人家很不容易理解 这里我想请各位试一下 那这一段程式 我也把它放在那个 云端上面 那请各位参考一下 那顺便讲一下 就是说 因为呢 如果我现在执行过之后 如果我再执行一次 它一样合并 可是问题来了 它这边变成说 它会把这个O 也顺便又合并进来 所以变成什么 它一直不断膨胀 它不会怎么样 它已经存在了 应该是什么 如果它存在了 那我应该先把它删掉 不然的话 你又合并一次 它会一直合并 因为我们这边是用A模式嘛 那A的话呢 它又再跑一次 它又合并 你会发现 它的档案越来越大 有没有 597了 如果再一次 它还是会继续 它不会 有没有 意思是什么 它又把自己合并 然后又合并其他的 所以理论上应该怎么做呢 应该第一个啦 你应该要检查它有没有存在 如果有存在 就先把它删掉 OK 所以 如果它存在 就把它删掉 那其实 也可以顺便 顺便学一个 因为我刚刚提过 在那个云端上面 你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 那个OS OS里面的话 有一个方法 如果它存在 那如果它存在 应该用哪一个方法呢 有没有 它会点什么呢 删除档案 有没有 Remove OK 所以如果你要更完整的话 其实你可以怎么样 再加上这个叙述 Remove 这个我想底下有一些范例 那我这边有一个 如果那个存在的话 那我可以写成这样子 如果那个档 存在的话 那我可以再写 把这个叙述写在上面 那会更完整 所以我这边 F等于这个位置 然后我就丢给它 或者其实F也不用 干脆直接 把这个直接放到这里 更简单 这个就不要了 OK 如果用OS.pass 把那个路径 完整的路径加档 您告诉他 如果那个存在的话 那就帮我怎么样 把那个remove掉 remove那个 OK 这样的话 我们试一下 如果那个存在 就帮我删掉 那OK 执行一下 所以刚刚会一直膨胀 我看一下 现在已经1.2了 那现在会不会膨胀呢 他会应该会先check一下 有 删掉 合并完成 看一下哦 OK 它有没有删掉呢 看一下 86K 有 这样的话比较合理 OK 然后就更加完善 哇 那几乎这个就是一个现成 以后的话 你只要想到合并档案 你就想到这个sample 而且这个sample 你说真的 档案很大 诶 城市没几行 其实大概13行 这扣掉 没有 再扣掉 大概就11行左右 就可以做完这件事情 我觉得 OK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当然如果你用其他的语言写的话 我是觉得好像真的没有这么精简 用Python真的 很多地方感觉就是简单 一行两行就搞定了 好